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讲过有人做肉 人做肉可以找什么肉底去做人做肉呢? 什么肉都可以 原则上你想一下 只要我拿到生物的那种肉的细胞 把它栽培 然后把它复制很多很多 最后就做出肉的组织 如果你真的要问我 要说得爆一点的 你想可以做一个什么肉丸呢? 你想弄一粒陈志宏肉丸都可以的 但是条件就是说 你当然不会在我那里拔一块肉出来 你只需要做个步骤 拿到我本身的那些 其实是遺传基因 人类的 人类遺传基因 如果你特别觉得是陈志宏做肉丸会好吃一点 你就要找我身体上的基因 将它就去摆在细胞里 一直去培植出来 当然了中间就是有些时候的 你想是将它由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我肌肉组织细胞的那些细胞 你去变成肌肉细胞呢? 那你就需要做多些步骤 那中间呢 会涉及到一些将个细胞转化成为干细胞的那些技术 再由干细胞变成肌肉组织的细胞 然后再将肌肉组织细胞大量培植 培植到我们从小到显微镜丝看到变成一块可以搓一粒肉丸 接着你喜欢煎也好 炸也好 接着就是出了你 那基本上我可以讲到最夸张的就是 只要你有那种动物本身它的维旋基因 那基本上你就有希望将它变成为找到它肉的组织 那当然如果直接就是本身是由它肉的组织出来的 那些的基因资讯就会更加直接了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已经组织了种的动物 找到它们的基因来做一些肉丸呢? 那这个星期这个就都挺爆炸性的 但是我觉得是他们这个研究小组一个 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gimmick出来的 整人做肉 大家已经整过了 甚至乎整了出来就是有些国家是可以给人家已经是买卖去吃了 那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提过 新加坡是容许这个人造的 由基因培植出来的肉 那起码就是确认到它不会有些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先这样的 但是是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跟得上呢? 就未必的 那和现在呢你要整这些这样的实验室 这叫led meat 由这个实验室这样 由细胞培植出来的那些这样的肉 那个成本是很高 很贵的 而且你不可以做那些很漂亮的那些肉的 整个那些西冷啊 还是不知道什么那些 那些怎样扭扭啊 就是整个texture 只能够做到一部分 就不可以完全做完 最容易做的就是肉丸 可以这样讲呢 如果你有一个已经绝了种的物种 只要你有它那个遗传基因的资讯 再将它呢 比如说可能有时候叫做借丝还云 因为我们找不到 就是对于一些已经是绝了种的物质 其实我们再找不到它的活体细胞在那里了 那会不会可以将它的遗传基因 注入另外一个活体细胞里 将它抽空了 将我们所想摆进去的基因资讯 剪接了下去之后 就令到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等同于那个绝种动物的活体细胞出来呢 有的话呢 就有办法了 那就可以将一个绝了种的物种 都可以将它大量整成它的细胞出来 再弄成一粒肉丸 那这次最爆炸性的就是说 就有人弄了一粒不极长毛象的肉丸出来 就用这个人造肉的技术 那当然就刚才都说了 背后你如果没有那个基因剪接技术 就成不了事的 但是为什么要找个长毛象出来 长毛象的肉好吃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那个gimmick挺有趣的 就是你找到绝种的动物 整粒肉丸出来是不是人都喜欢吃呢 那这个不是大波哥 出来的那个报道就够了 够了抢眼 那我想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是表现到我们有能力 是将一些已经绝种的生物 去尝试还原它的一些有活性的细胞出来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你怎样绝调它呢 其实是不重要的 其实是 而是就是你如果想研究长毛象这个的物种 你其实已经有办法去某程度上重复回 这个长毛象它本身的细胞出来 那重复的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就绝对是基因剪接技术 它就拿回现在那些长毛象未绝种的近亲 就是由其他的非洲大象 他们的细胞 我们去将它非洲大象的细胞 和这个长毛象的细胞做比对 长毛象的基因去做比对 两者基因做比对 我们怎样找得到长毛象的基因 其实我们以前有提过的 在那个西法尼亚那些冻土下面 其实埋了多少呢 是写藏了 但是没有腐化了的长毛象的尸体在那裡 而且还可以成功地找到軟组织 虽然不是活体的细胞 但是都是一些軟组织的细胞 那从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一些 完整的基因资讯在那裡 那我们就可以憑着这些 北极长毛象的尸体上面呢 还有的这个维传基因的资讯 再和非洲大象做比对 然后比对了之后 将非洲大象独有的换走了 换回一些有北极长毛象特征的基因 你换多几次 我不知道你换到多少个 我想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来的 就将它做了个比对之后 就将所有认为是 属于非洲大象的东西篩走了 换了北极长毛象的基因下去 那最后就砌到一个 整条可以在那个 就是将整个 这个北极 就是现在的非洲大象里面的 那些活体细胞的基因呢 换了这些北极长毛象的基因下去 那于是我们呢 就可以再将它慢慢地扩展出来 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实验室的层面 就将它那些肌肉细胞 一路培植出来变成一大堆肉 再整成肉丸 那其实这里不妨可以再想远一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我们其实刚刚讲的在这几个月呢 才有一些新的技术呢 就可以呢 就将这些这样的基因 这些遗传基因 整成为它们的精子或者论子 又记得我们讲的 两只熊性的老鼠 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子加一个论子出来 那其实原则上这套基因 用了在这个老鼠之后 那下一个不一定有人想的了 用在一些更加复杂的生物上面 就比如说用在一些已经绝种的物种 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复制一些已绝种的物种 有人已经讲了就是要做的了 但是我想中间就是 都还有很多技术细致 尤其是生命那么复杂的时候 会不会你控制得不好呢 出来的东西根本上就长不大了 很多就是你讲的那时候 复制洋多利呢 其实都是不长命的 那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完整 做到一个稳定健康的一个绝种物种出来 那甚至在这个之前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它的精子或者论子出来 那我想这个就不用我们猜 可能我们再隔多一年半再看科学生肢的时候 有人已经向这些领域去进军了 那就是说我们在想多一种方法 去将这个遗传基因资讯 将它培植成为不单止 只是一堆肌肉细胞一粒肉丸 是将来一个直接活体还原 这些已经绝种的物种 就一点都不奇怪的 但是动机其实是解决粮食问题 还是说去重新复原这些绝种的动物呢? 我其实具体都不清楚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赞成 将一些已经绝种的物种去復原 就是企图去挽回一些人类造成的伤害 其实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面 我们都考究到有好几个的物种 就是因为人类的缘故而绝种 你会不会想说 东北虎你都还有几个 华南虎就几乎没有了 是不是? 以前说香港都有老虎的时代 是百多年前 那你可不可以找回这个华南虎的基因 将它借着东北虎的细胞 来借私还云 不是借私还云 借贺它再生 那其实有一个希望就是说 我们可以将一些已经全种的物种去还原 这个是否符合我们讲的那个保育呢? 具体上这个留给专门研究的人去想 但是我想在这里来讲 那种基因剪接那种技术那种进步 和整个人工培植细胞那种技术 就是越玩越厉害了 那现在解释了 这个新闻说 就是做的就是澳洲公司来的 是食品公司来的 人类的公司 那换言之就是它的动机都是搞人造肉 不过呢 它们试了很多只 雞也有啦 豬也有啦 鱷魚也有啦 但是想了一条条子出来 就弄这个 就是长毛象的肉丸 是的 那它们原来第一个试的是 是日本的蝗牛 我待会去查一下是什么 应该是一种的尿来的 如果你说食品公司做得这些东西 那它可能觉得它的卖点就是 我做鸡肉出来 最后你未必觉得好吃过新鸡 那你就不帮我了 那我唯有就去突破这个市场限制 我做了一些已经绝了种的物种给你吃 是的 那于是你身上是想试你 你就来帮我了 那就是 quell 是鵪鸢 现在查到了 但是呢 这里有个 还有 跟着下来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长毛象 这个呢 今年的一年之内 就是很快了 是在礼拜二晚 就会正式在这个荷蘭的一间的科学博物股里面 会公布出来的 但是呢 如果你说长毛象也可以 那会不会有这样子 你做恐龙的 恐龙肉的肉丸出来呢 我推得盡一点 恐龙肉 我最后出来的时候 跟我鸡肉的texture差不多 我就可能 是的 做人肉 是不是 就是譬如我说 我现在我决定一下 我不是割肉餵鹰 我陈志文不介意 将我的基因资讯分享给大家 做成人肉 就是你用人的DNA 就一定是有个道德问题在那里 但是如果我不介意被整成为人肉丸 分享我的基因资讯 来做人肉丸给大家吃 那大家会会吃呢 我想也不会很卖到哪里 或者是做一些世界出名名人的肉 给你吃 是不是 有没有兴趣你哪个历史上很憎恨的人物 找到DNA 我说一定有 你哪个仇人的肉 和你平制将它做成肉丸 比如说 如果你说乌克兰很真 很普京 没有办法拿到普京DNA 做成普京肉丸 做出来吃呢 那这个就说到天马行空了 但是你说 沿着技术的方向走势 就是会这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有这个真的做到 会不会解决到人类的粮食问题呢 那我想有另外一个层面 如果暂时这种人类肉的技术 在短期之内 那个成本还是很高 那虽然有人开发去成 那么尽量将它做成为 可以在市场上面去竞争 但是暂时看着还有段距离 就是有些初仓公司建了出来 是不是 准备去进一步去压低那个成本 但是我会说 因为这种这样的生产模式 如果是便宜的话 它带来那种污染是很低的 尤其是碳足职位是低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 就是你想碳足职低 又不想个个转去吃斋 就是有些人是不喜欢吃斋 就是不喜欢吃斋 我是喜欢吃肉类蛋白的口感 如果你又不想有一个很强的碳足职的时候 压低这个实验人造肉的成本 然后弄出来吃人造肉 就是一个很可以考虑的方向 但是你实际上对我这个消费者来说 就是最重要是便宜的 我才知道你是陈志宏的肉 还是梁锦祥的肉 是不是 最重要是抵食 谁做特价 其实就是买谁 但是这个会不会是说 发展到某个阶段 它那个制作的成本 越来越降低呢 应该就是的 你进入到商业公司的领域 他们第一件事想想 如何去做到越来越便宜的 还有你一想到那个量产阶段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效果的方法 去将整个生产成本降低了 那这盘数就交给那些工厂的投资者 本身去计算了 就是说到要做人造的人肉 我觉得是太夸张了 我想都不会好迈的了 其实就是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一种有抵食 营养价值等同 OK 然后就也都口感不太差 一些免治牛肉 免治的人工培植出来的免治牛肉 那其实我会考虑的了 而且事实上现在你去那些连锁快餐店 那些肉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他说我包里面那个都不一定是牛肉 所以是混合了其他动物的肉在里面 那不是我说的 现在大陆上面那些肉很多 不是他说的肉 有狐狸肉在里面 是是是 所以你这个不出奇 如果你说你嫌这个季 他没有肉的时候 他就混一些人造肉 你吃吃吃会不会有什么分别的 遲些是90%人造肉 剩下10%是真正的肉 到最后就全部人造肉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是的 而且最容易出现在 就是搞爛了的肉和肉丸这些产品 和这些肉雷罐头 那些午餐肉 肉丸 最容易出现的火腿 这些肉件都最容易出现到这种情况 是的 因为你吃不出个分别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一集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好 梁感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